金點賽首輪低組 14日由委內瑞拉與意大利進行加賽 爭取最後一個晉級8強名額 有別於上次交手時的打擊戰 此一行人投手戰 意大利先發 Edwin Morris投5局 沒被擊出任何安打 委內瑞拉直到6局 才靠著阿都光柏拉的安打打破鴨蛋 雙方戰身1比1平手 但機率下意大利John Andren Olli 擊出洋春炮 再取得2比1領先 9局委內瑞拉最後機攻機會 1分落後 效力大聯盟狼5對手心 Miguel Cabrera跳出來當英雄啦 Cabrera這發全能打帶動士氣 接著Ron Olden又會出中華野深遠飛球 雖然最後判定球沒有飛過全能打強 是一雷安打 但人打定超前分 接著三雷有人 委內瑞拉又採取強迫取分戰術 最佳保險分 真的幸好有這分啊 英文酒居下意大利Alex Vidi又開轟 幸好中間者Kera首屬1分領先 文雷拉4比3顯身意大利 頂性8強 美國組8強賽15日起 移師勝利亞哥教室隊球場舉行 首先登場的 就是上屆冠亞軍 多名家與波羅里克的比賽 體育中心 眾多報道